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是早晨7点07分17秒 各位我想请教各位听众 您是不是还记得 这些年来中国大陆 它禁止台湾输往大陆的 农鱼产品有哪些呢 印象里面好像从2021年的3月的 这个凤梨开始 还有就是2022年9月的联雾 跟世家这两个水果 今年6月结果又多了这个石斑鱼 然后又是9月份的这个 这几种鱼类像五载鱼 我们闽南语叫鸿啊 还有就是鱿鱼啊 秋刀鱼啊等等 另外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就在这个三种鱼类被禁之后 还有加码 台湾啤酒了 威士忌了 还有黑松沙士 甚至还有金门的高粱酒等等 我记得每一次禁运的消息一出啊 农鱼民啊 农民啊 还有渔民可以说是这个损失非常惨重 好今天啊来此刻我跟您连线 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的汪哲仁博士 我们请博士呢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 经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切入 看一看啊 这些个农鱼水产品背景 其实带来的影响跟改变市场的契机在哪里呢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我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汪哲仁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早安台湾的节目 谢谢 是谢谢谢谢望哲仁博士啊 辛苦您了 我想先请教您就是中国最近以注册登记为理由啊 对于台湾输往大陆的这么多的水产品啊 涉限五载鱼了 秋刀鱼 鱿鱼啊 这些台湾养殖鱼业最重要的产品都在其中 那这么多的水产暂时都不能输往去大陆了 那对产业的影响是什么呢 是啊 根据目前农委会的预估 那我们销往中国的大陆的农产品 这一次受到的影响呢 大概有60亿元左右 那对 因为我们2021年 我们台湾输往中国的那个水产品 大概有14.8公吨左右 整个的水产品的出口量大概是两成左右 那如果是从出口值来看的话 大概有83亿元 整个来看是83亿元 那这一次受到影响的呢 大概有17个%左右 那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五载鱼 还有那个秋刀鱼啊 鱿鱼啊 是几种销往中国大陆比较多的育种 像那个鱿鱼是 那个出口值比较多的 去年就上7亿嘛 那秋刀鱼的话 是只有2.5亿 鱿鱼是只有7.7亿左右 不过这三个加起来的话 大概今年就48亿了 不过它这是一整年的量 由于说我们今年已经大概过完了 然后再加上说 可能有些公司 他们还是愿意去不见 所以就是说从这次的事件来看的话 那短期受到的影响应该没有那么高 不太可能是那个60亿 那这个是一整年的数量 那不过就是说 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 如果你纳入从 那个台湾的凤梨开始 6月份的那个石斑 猪甲鱼 白带鱼 还有之前的莲雾四家 对对对 凤梨四家 它这一些输往中国大陆的话 那中国对于我们台湾农业的打压 真的是一波一波的来 那就有关对产业的影响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调起 调节我们这个短期供销的问题 由于就是事情 那个四处突然 所以很多业者都措手不及 这个短期面的心理的那种震撼影响会比较大 不过就是说 我是觉得就是 还是有一些补救的机会 就再加上就是我们目前政府 从要强化内外销 然后加工 冷冻 或者是延长养殖的时间 这些方面来解决的话 应该我觉得 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调整的过来 这样子 不过就是说 从中国这种频频 以这种方式来骚扰我们台湾农产品销 往中国大陆的这个方式来看 这个对于就是我们台湾的农业产业的发展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对于两岸的关系 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方式 是 老师除了这些个农余产品之外 那当然隔天又发现这个 还有台湾啤酒 金门高粮 还有黑松沙士 我们从小最爱喝的黑松沙士 也招进了 这应该是一个警讯吧 因为老师你刚刚也提到 就是一波一波的慢慢的这个来 然后产业的影响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坦白讲经济不景气 或者说这个大家的消费能力已经减少了 其实大家都在苦哈哈的 业者们都在苦哈哈的撑着 那现在连这个大陆市场也这个失去的话 会不会经营上更加困难呢 如果是说那个中国大陆呢 它是要完全的禁止把我们台湾的产品输运到中国大陆的 这种路呢 把它斩断的话 那当然是对我们台湾的这些食品加工业啊 农浴产的这种产业的影响会很大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是说它要完全禁止的话 可能性不高啦 那比方说我们从之前 大家都在猜说这个ECFA10年到期之后呢 中国会不会中断这个ECFA 可是后来看起来呢 他们也没有要中断的意识 那还有就是说这一次呢 登记有问题的厂商呢 其实数量来看并不是太多 大概只有一两成左右 因为好像有一两千家的公司 他们是有注册登记成功 那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说 中国他们这样一波一波的这种 我们说公事好了 公集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断啊 就是可是就是说 他们可能不是以中断两岸的经贸发展 他这个为他的目标 可能是以骚扰为主 就是说骚扰我们就是台湾 他这一边的那种产业的功效 不过就是说 我们如果把这一连串的动作 看成是就是说中国对台湾的一种经济战啊 混合战的他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那其实中国他还是必须要维持跟台湾的关系存在 因为你如果是完全切断了就是两岸的关系的话 其实他们要发挥他这种经贸战啊 混合战的他这种的作为 他就少掉了他可以失利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就是说 他会一直一直的会来对我们台湾进行骚扰这样子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品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的汪哲仁博士 我们请汪博士在节目中跟大家分析 先看到这一波所看到的这些农与水摘品也好 或者是食品加工业相关的这些饮料也好 设限的话其实对台湾的影响 对对产业的影响是什么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攻击会不断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 毕竟啊这些农与水产品 或者是这些食品加工产品啊 输到中国大陆 其实占整个两岸的贸易来讲 其实成数必不大 就是没有非常的大 可是万一未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扩及到除了这几个品项之外 像工具机啊 像这个其他的电脑相关设备 要IT产业的这种影响 那这个影响恐怕会更大 对不对 对对 主持人说的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严防 就是说他们扩大他们这种经贸战的大几点 这样子 那他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这种 因为现在我们都在讲 产业的任性 供应链的任性 那我觉得我们不管是民间 或者是政府的话 我们大概都是需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 就是经贸的任性 或者是供应链的任性 就是当打击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受到冲击 可是呢 我们能够站得起来这样子 因为我们不能够期待 中国以后不会再利用这种类似的事件 来骚扰我们台湾 就是 不过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从 这些骚扰的过程中 要学到如何强化我们自己 比方说 我们从 就是这个 农余产品的这一连串的事件来看的话 我们 政府我觉得 必须要协助农民 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识别出来 我们自己的弱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去盘点 就是说 哪些的产品 哪些的品项 哪些的 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农产品 然后是 我们在跟中国 这种经贸的地位 总是属于 我们依赖他们比较多的 他这个就是我们的弱点 那我们必须要跑下去 去盘点出来 那 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弱点之后 我们 短期上 我们当然要去能够保护自己的弱点 不要被攻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 侦测的能力 警觉的能力 那 比方说 中国 他如果有 颁布什么新的措施 新的做法 新的办法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一个警觉性来想到就是说 中国会不会利用他这个新的办法呢 来对我们进行走新一波的一个攻击 那如果是说 当这种突袭啊 攻击发生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紧急应变的措施是什么 然后 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 我们有损失 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来 调整 很快的来找到我们新的市场 或者是调整我们新的产品 然后或者是我们去养殖别的其他的 这就是浓郁的水产品这样子 然后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恢复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要从这种 任性的这种角度 就是来加强我们自己的能力 因为我们就 它就像就是天会变这样子 有时候下雨 有时候出太阳 我们必须有这个能力来调整我们自己 是 老师 我想继续来请教你 其实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自己 这个产业的紧急应变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要么你可以把所有你的产品不要放在一个 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意思 没错 我们分散市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少 另外就是好 如果这个产品不行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产品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把这个产业另外去发展这些新产品 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应变方法 让我们的业者可以在面临这些变革的时候 可以站得起来 我记得大概在至少25年前 就是两岸经贸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在这个国贸局 或者是外贸协会跑新闻 那我们就曾经听到过很多这个业者告诉我们说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好大 很棒 这个台商这个到大陆市场去发展趋之若鹜 但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警告 就是说大陆市场虽然好 不过毕竟它是一个人质的市场 它并没有非常好的法制化的一些环境 老师您如何看待 那如今这么多的台商都已经发展这么多年了 难道他们没有看清这一点吗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厂商 其实他们有不同的心态 对 我们并不是说没有厂商 没有警觉到就是说 就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很重要的市场 可是世界是一个更大的市场 更重要的市场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面临到就是说 中国如果他以比较友好的方式来吸引我们过去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难免都会受到吸引嘛 其实我觉得这是人之长期嘛 不太可能去后非这样子 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分散风险 分散市场 分散产品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整个 就是说我们商业逻辑上一个比较长治久安的一个做法 对 那如果是说像 比方说我们这一次 像这些鱼啊 就是受到冲击的时候 我们政府就是需要怎么样去协助 就是我们这些农业部门 他们从这种生产销售啊 这一连串的这种功效问题 重新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子 比方说 就是我们市场 听到很多种报道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那个农民啊 他们在一些 就是新的品种上面的一些改造啊 然后我们的水果呢 又大又甜这样子 我们的龙板施斑很好 那它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是一般来讲 我们是从这种生产技术面的方式来思考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可能呢 思维也是要转变一下 就是我们未来可能要从市场面 比较以市场面的方式来考量就是我们未来要生产什么东西 就是以市场为导向 那先看看我们市场在哪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图案 就是说 我们真的可能中国大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 是 非常重要的建议 还是要提醒大家 先看市场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为了这个市场 我们当然会有很好的产品去行销 不过千万要注意 一定要有风险概念 如果统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这个篮子一翻了 一打翻了 那所有的鸡蛋统统打破了 这生意也不用做了 对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这一评为您连线访问 国防安全研究院 网络安全与决策推广研究所的汪哲仁博士 我们请汪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分析了 有关于这一次中共 又阻止大家 台湾的这些农与水产品输往大陆 那但是大家的影响性在哪里 为了防范 将来也许有更大的这个损失 每个业者都应该要有一些风险概念 我们也非常谢谢汪博士跟我们的分享 博士谢谢您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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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杯组球赛 这个 哪两个队伍要来争冠呢 要法国跟阿根廷 好 这个 这当然是传统的强队了 但是呢 大家会想想看说 这么精彩的比赛 一定要在守在电视机旁边来看 好吗 法国在天才球员 姆巴佩的这个带领之下 希望成为60年来首度连霸成功的球队 那阿根廷是在五度的这个参赛名将啊 就是梅西的领军之下 也期待能够赢得最最高的荣誉啊 好 这个真的是 也提醒大家 可以准时赶快去看一看什么时候要提啊 这个预定的时间 台北时间18号晚上的11点 18号晚上的11点 好 确定是法国跟阿根廷两支队伍要争霸 OK 好 这个提醒大家 另外啊 这个央行升息半码这个事情 当然是因为 FAT就是美国联准会啊 昨天宣布升息两码 但是呢 中央银行也跟进宣布升息半码 为什么会这样子 经济成长啊 可能会因为这个升息啊 的问题 所以呢 可能会也受到影响 这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也跟大家讨论过了啊 这个升息对这个整个产业的影响 是什么 可能资金就变为更紧 紧窍了 好 那这个资金紧窍之后呢 很多的这个产业啊 资金的流动性 当然就受到了影响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讯息 就是 这一次如果说不升息的话 我们现在 央银行只升息半码 那这个 特别是 源头就是FAT 就是这个联准会 那幸好联准会 Bauer主席他说 明年不考虑降息 也不会考虑降息 这件事情 也同样在隐含着在这里 尤其是年底的时候 暗示的告诉大家 写什么讯息 我想很多的业者 自己应该要有所这个警觉 今天的财经专业报纸告诉大家 央行虽然升息半码 但是不升准 不准是指什么 就是存款准备率 就是因为没有升准 紧缩的力道 比较温和 这是因为台湾的通膨压力 还是很重 还是很重 所以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觉得真的 荷包很紧了 自己量入为初 好吗 这个升息这件事情 已经是全球的趋势 影响性非常的大 OK 好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礼拜五了 所以祝您有愉快的周末 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